这是一枚反坦克导弹的模型 我是根据法国MMP导弹的大概样子做出来的 跟所有导弹长得都差不多 它的头上是导颖头 中间是装着战斗部和火箭发动机的弹声 其中伸出8个叶片用来控制导弹的飞行姿态 尾巴上很自然 肯定是有一个能够推动导弹前进的喷嘴了 不过要是再仔细点看的话 好像还有一样东西 那就是这根从导弹尾巴上长出来的细线了 它是什么 有什么用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东西是用来在导弹与控制装置之间传输数据的光纤了 以前我们讲过限控的鱼雷 可没有想到 在天上飞的速度比鱼雷要快很多的导弹竟然也是有限控的 那它为什么要用限控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延续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确还是存在很大的优势的 我们分别来讲讲 反坦克导弹是二战之后发展起来的 在此之前单兵想要对付坦克呢 能用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反坦克火箭筒了 但是那个玩意儿精度不高 尤其很难击中移动中的目标 因为在战场环境下嘛 发射火箭弹之前还要计算好复杂的提前量 实在是有点难为人呢 那如果给火箭弹加一个遥控装置 在发射前不用计算提前量了 而是改在发射后让士兵一边盯着目标 一边操纵火箭弹飞向目标 可以吗 哎 这个呢就是第一代的反坦克导弹了 此时的士兵更像是一个操纵遥控飞机的飞手 需要全程仔细观察并控制导弹飞行的方向 直到它撞到目标上才行 那么控制指令是怎么从士兵的遥控器上 传递到导弹上的呢 靠的就是一根导线了 因为这个时期的技术水平很难降低无线电设备的提及重量和成本 再加上从火箭弹简单升级上来的导弹 本身的射程也很短 飞的也很慢 一根导线完全就够用了 最重要的是还十分便宜 你看 大体框架就基本这么确定下来了 即便之后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 在对制导方式上进行了重大升级 将士兵根据经验来手动操纵导弹 便为只需要把十字压在坦克上 导弹自己就能飞过去了 但用导线来传递指令这方面呢 还是大多被延续了下来 因为相比起此时已经可以用的无线电 导线还是更便宜更可靠 好了 再后来呢 终于出现了真正可以发射后不管的反坦克导弹了 比方说很有名的标枪 它可以自己锁定目标后 自主生成制导指令 完全不需要射手这边提供多余的信息了 导线也就在它身上彻底被抛弃了 看起来啊 它已经进化成了一枚真正的导弹的样子了 毕竟脱根绳子这个画风嘛 虽然发射后不管好是好 打击精度高射手也能马上测 但问题还是会有啊 比方说导弹飞了一半 你突然发现一开始瞄准的是个假目标 或者发现了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 这个时候想要让导弹再改个方向 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于是后来人们又把导线给夹了回去 而此时加回来的就是不仅可以把指令传出去 还能把图像传回来的光纤了 光纤传输的优势非常明显 不仅速度快 数据量也可以很大 所以在现在的反坦克导弹头部 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光学摄像机的 它可以将导弹飞行图中看到的画面 实时回传到射手控制台的屏幕里面 赋予了射手一个导弹视角 从而令其可以更轻松的操纵导弹 具体的优势还可以体现在 一个是发射后锁定 也就是射手可以先不用瞄准目标 而是躲在隐蔽的位置 把导弹给先发射出去 然后用升空后的导弹视角来选择和锁定目标 这个的附加好处就是增加了射程 因为它不再受到目视距离的限制了 射手也可以在一开始瞄准目标 采用发射后不管的模式 让导弹认准目标出发后 自己去追踪并完成打击 但也可以随时人为介入 去改变攻击目标或者是放弃攻击 三是体型小巧 由于通过光纤可以随时与支导弹交流信息 它自身所携带的系统就可以很简单 既可以把体型做得小巧 也可以把单发成本做得很低 有利于大批量的生产和装备 这也难怪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先进的反坦克导弹 舍不得剪掉尾巴上的这根线了 但有个问题 导弹的推进火箭在尾巴上 光纤也连在尾巴上 怎么就不见高温把光纤给烧断了呢 秘密就藏在它身上装着不止一台发动机上了 尾巴上确实是有一台 但它只是短时间的燃烧 在一开始的时候把导弹推出发射筒而已 这种光纤有比较特殊的保护 加上燃烧时间又比较短 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 出了发射筒之后 真正的主发动机要点火了 它在哪呢 它其实是在导弹的中段 然后喷口不是直接向后 而是斜着向两个侧面 就像这样一样 左右两边对称斜着喷 靠向后的分力 继续把导弹推向目标 虽然这样的画面比较少 但我还是找了几个给大家看看 其实装完这个模型之后 我才发现 真正的MMP侧本管还要更靠前一些 改天我再修改一下 顺便再给它加一个底座 应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桌上摆件了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2017年 菲律宾马拉维爆发冲突 恐怖分子使用RPG2 这种略显过时的反坦克火箭筒 来打击政府军的轻型装甲车 这个是一种采用巨能装药的破甲弹 其独特的药型灶 会在后面的高爆炸药爆炸之后 形成一条高温高速的金属射流 以此来撕开坦克的装甲 在内部造成致命的破坏 于是乎为了应对 这个来自于过时武器的威胁 政府军也用上了一样土味防御术 他们将木板 甚至是瓦轮纸板 串起来之后 绑在了装甲车的周围 利用它们来抵御RPG 诶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的脑袋有问题 连军制钢板都挡不住的东西 拿个瓦轮纸板就能挡得住吗 呼小孩也不带这么玩的 所以他们到底是什么动机呢 动机就是 这玩意还真是能够防住RPG 当然不可能完全防住 但铁定能够减少RPG所带来的伤害 这是因为 虽然巨能装药在爆炸之后 产生的金属射流非常厉害 但是它对作用距离也是非常敏感的 要是没有紧贴着装甲射出来的话 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木板和瓦轮纸板的作用 并不是要挡住这股金属射流 而仅仅只是希望RPG弹头早点碰到它们 早点爆炸 早点释放射流 早点把能量消耗殆尽而已 其实你发现没有 它们的作用和我之前也讲过的 一些俄罗斯坦克炮塔顶上焊着的那些铁笼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好 但如果装甲车辆要防的是没有过时的反坦克武器 它们又该用什么呢 用ERA爆炸式反应装甲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 这些装甲的外观其实非常明显 通常都是一些方方正正的砖块的样子 被加装在坦克炮塔和车身的四周 当然也有造型独特一点 比方说俄罗斯坦克上面的这种Bunk外观的ERA 和美国坦克上面的这种瓦片外观的ERA 至于它们为什么要长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稍后再说 现在先从最基本的ERA构造开始讲起 在一块最典型的 也是最原始的爆炸式反应装甲里面 有三个模块 或者说是有三层 它们形成了一个夹心饼干的造型 最外面是一片被叫做是飞板的金属板 中间夹着的是一层高爆炸药层 而在最后面呢 紧贴着坦克自身装甲的 这是另外一片被叫做底板的金属板了 当破甲弹的金属色流碰到爆炸式反应装甲中间的高爆炸药层时 这层炸药呢就会被引爆 从而将外面的飞板给炸开 当飞板快速往外移动时 由于它跟破甲弹的金属色流之间呢 有一定的夹角就会迫使这股金属色流不断的穿越飞板上全新的区域 从而消耗其能量 使其在到达坦克自身的装甲时呢 就很难再穿得进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在爆炸时是为坦克制造出了一块临时的更厚的虚拟装甲 但是这个东西吧 你要是玩得不好呢 是会伤到自己的 其实早在1949年 这种以暴制暴的附加装甲的概念呢 就已经被一位苏联的科学家给提了出来 只不过在当时啊 他们错误地计算了 装在这种装甲里面的炸药的数量 结果导致过于猛烈的爆炸 直接就把坦克的内部也给爆销了 当场就吓到了一众苏联的领导人 这不妥妥地给敌人递刀子吗 哪能这么玩啊 于是他们连想都没有想 就直接叫停了这个极具想象力的研究 根本就不给任何改进的机会啊 ERA于是就这么被雪藏了20年 迟到上个世纪70年代 它才又重新焕发出了光芒 但这次就跟苏联人没什么关系了 先是挪威的科学家曼弗雷德·赫尔德 重新发明了爆炸式反应装甲的技术 然后呢是以色列慧眼石珠 看到了这项技术的潜在优势 于是便第一个将这种装甲 安装在了自己的坦克上 出现在了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当中 效果当然是相当作业啊 于是世界终于就开始接受这块板砖了 苏联于1983年首次使用ERA 美国也在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当中 首次将ERA装上了M60坦克 而如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战坦克的身上 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了 当然啊 今天的ERA已经不是当年的那块ERA了 一开始ERA仅仅只是对破甲弹是有效的 对主要靠动能来穿透装甲的穿甲弹 则几乎是无效的 因为它无法偏转或是破坏穿甲弹 那根极其坚固也极其高速的钢针 另外学习了ERA的防御之道之后 连破甲弹也升级了新招 他们开始使用串联装药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里面其实是有两个战斗部的 前面战斗部的聚能装药只适用于消耗ERA 而真正去对装甲实施打击的 是后面的第二个战斗部 由于此时已经没有ERA来防御了 它当然就更有机会造成杀伤 于是ERA的升级之路也就拉开了帷幕 先是一个夹性饼干 变两个夹性饼干 第一块干掉串联战斗部打头的那一个 那剩下的第二块 当然就是为了第二个战斗部预留的了 使串联装药的反坦克导弹绕不过去了 接着 再来把两块ERA像个棒壳一样 摆成个尖角冲着外面 并且将我们刚才讲的 顶在外面的那片飞板加厚 让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弹心碰上它 是也能被其偏转掉 上市大概30%的穿甲动能 再后面就更先进了 你玩巨能装药我也玩巨能装药 在这种第三代爆炸式反应装甲里面 就已经不再是几个夹性饼干的概念了 而是并排着铺着很多的巨能装药 不管是碰上穿甲弹破甲弹 还是反坦克导弹 它都能够在受到刺激后迅速依次爆炸 形成很多横向砍过去的高能金属射流 阻断或者是砍断来袭的威胁了 从之毛和盾之间的竞争 已经陷入了白热化 谁想把谁干掉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的确是相当矛盾 如果在太空中开枪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问题在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虽然氛围友好 分析理智 脑洞清奇 但总的说来还不就是在猜吗 其实这个问题只要去问问苏联人 就能够马上得到标准答案了 因为他们真的就在太空中开过炮 是的 不是开枪 而是直接就开炮了 一门射速可以达到每分钟2600发的 23毫米口径里克特R23机炮 它被装在伪装成李炮号空间站的 金刚师载人轨道器上 成为唯一一致的人类在太空当中 打响的第一炮 所以为什么苏联人要在自己的空间站上 装上一门炮呢 这门炮在开火之后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故事 时间回到冷战 1960年代 美国和苏联在让自己的侦察机和轰炸机越飞越高之后 明白了一个道理 站得越高不仅看得越圆还能打得越圆 于是在都有了把人类冲上太空的经历之后 就开始思考如何在这儿 在这个更高的地方部署自己的军事力量了 于是一系列军用载人航天机 比如轨道轰炸机轨道拦截机之类都被列入了设计的目标 美国那边诞生了载人轨道实验室MOL计划 它是一个将空间站和间谛卫星结合在一起的计划 由麦克唐纳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双子星B飞船 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负责制造的实验舱组合而成 计划飞行7次 前两次执行的是无人任务 后面5次作为载人任务 虽然计划都一路排到1971年的1月了 但由于NASA此时正埋头忙于阿波罗登月 根本就顾不上来 而本该牵起头的国防部对自己又没啥信心 一直就在打酱油的角色里面走不出来 所以很快在象征性的发射了第一次无人任务之后 MOL就正式宣布停止了 这段时间从1963年的12月到1969年的6月 其实只持续了短短6年不到 再看苏联那边 几乎在同一时间大名鼎鼎的切落梅设计局 也宣布要开发一种载人轨道飞行站 作为太空哨兵来监视和寻找敌方目标 代号金刚石计划 它在某些方面跟美国的MOL很像 但在另一些方面却要先进很多 先说一样的 它的基本组成也是一艘可以返回的VA飞船 和一个载轨舱段OPS 在被制止火箭发射到轨道上后 宇航员就可以通过飞船尾部的通道爬进轨道舱里面了 他们在这将经过30到60天的军事观察和照片拍摄 然后就可以再坐着返回船回到地面上了 以上都跟美国的战远轨道实验室MOL思路一致 但是下面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了 当宇航员最多是三名 坐上返回船离开轨道舱之后 轨道舱并不会马上就废弃 因为它的设计寿命长达两年左右 也就是说它还可以迎接新的一波宇航员呢 而再把新的宇航员送上去的就是专门为金刚石计划研制的TKS货运飞船了 当宇航员在轨道上时 它负责把补给送上去 而当宇航员需要和它一起上去时 它又能跟返回舱对接在一起 连人带货一起飞 最令人意外的是 这个跟它对接在一起的很有可能就是刚刚那个 才从轨道上返回来的返回舱了 是的啊 金刚石计划里面的返回舱呢 就是按照最多可以重复使用10次来设计的 诶 有没有感觉到SpaceX的原型呢 当然啊 这样做相当费钱啊 在美国依然拽着MOL不放的时候 苏联有理由咬紧了牙也要硬扛下去 但是1969年在美国已经取消了MOL计划之后呢 苏联人有放下吗 没有 估计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美国吧 但是再这么正大光明地继续下去也不是太好 毕竟我在明处你在暗处搞不好就被你给暗算了 于是他就把该计划伪装到了自己的民用 李炮号空间站计划当中继续推进了下去 所以李炮2号李炮3号李炮5号 实际上都是用于军事目的的载人轨道飞行站123号了 当然1号没有成功2号和3号则都成功地各送了三名宇航员上去 至于他们在上面都干了些什么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至少可以非常确定的是 根据后来解密的资料 在李炮3号上面 他们测试了一把在太空中开炮的感觉 不对啊 开炮是在三名宇航员坐上返回舱离开之后 由地面人员遥控完成的 比较遗憾 但是可以理解啊 他们为什么要在空间站上装个机炮呢 不是很明显吗 他们一定不相信美国人已经把军事空间站计划给停了呀 如果轨道上有美国人的军事空间站 那他们就有理由相信 这个空间站是具有武装的 甚至还有可能会主动来攻击自己的空间站啊 那么装上机炮就可以用来自卫了 虽然感觉很low 但毕竟是增加了一道防线嘛 苏联人其实很想让三名宇航员在空间站上面呢 自己开火来试一试的 但他们怕呀 怕一开火就回不去了 因为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啊 装在空间站底部的机炮是完全固定的 想要把它对准一个目标呢 就必须要把整个空间站转到那个方向上才行 这种操作本来就是有风险的 其次最重要的是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炮弹一旦发射出去就会产生反作用力 它会改变飞船的姿态 让它失去稳定朝不可预知的方向和角度偏转过去 能不能再成功的调整过来呢 谁也不是百分之百能够确定的 这个风险还是最好不要冒的好啊 于是在遥控着打完了一艘32发炮弹之后呢 据苏联人自己说是成功的摧毁了一枚报废的卫星靶子的 有效射程达到了3到5公里 至于真的有没有呢 那谁也不知道了啊 那么在真空中没有阻力 这些没有打中卫星的炮弹 最终会跑到哪儿去呢 会一路飞出太阳系吗 当然不会了 因为礼炮空间站所处的位置是近地轨道 它的运行速度大约在每秒7800米 如果此时向着它前进的方向上开一炮 想要让炮弹飞到更高的地球同步轨道上的话 注意啊 连地球的管辖范围都还没有出啊 就需要为炮弹提供大约每秒2500米的速度增量才行 但是R23机炮的速度却只有850米每秒 就这还远远不够呢 在开炮之后呢 炮弹的确会立刻往外移动 但却会在同时将动能转化为视能 朝着更高的轨道飞去 不断减速后 最终从上方落在了空间站的后面 是的啊 你朝前面开炮 但是炮弹却最终落在了自己的后方 非常反直觉啊 同理 如果你对着与空间站相反的方向开炮的话 炮弹则会从空间站的下方 超越空间站跑到它的前面去了 那要是垂直对着头顶上开一炮呢 它会直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椭圆形轨道上去 但不管如何 这些都是禁地轨道炮弹 最终都会由于跟稀薄的空气分子摩擦后 减速落回到大气层中烧光光的 那如果把炮弹直接换成导弹怎么样呢 我们差一点就真的看到了 苏联原本计划是在它的第四号载人轨道飞行站上 实验空对空 应该说是鬼对鬼导弹的 但是金刚师计划的忠实拥护者 前国防部长呢 却突然在这个时候逝世了 新的部长对这个计划表现出了高度的怀疑 于是直接就恰断了研究资金 从此金刚师计划宣告终结了 不过即便是这样呢 它也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宇宙战舰了 虽然跟酷一点也扯不上关系啊 好了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发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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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